你原本是那么文静咸阳 现在却和那帮反而疯子一样疯狂 所以我只想看看 其他的中国女人 是否跟你一样是不怕死的 住手 北野宇宙 你赶紧住手 你不能杀他 卢哥 你总是在挑战我的耐心 我没兴趣再给你浪费口舌 再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否则 躺在这张床上的就是你的亲人 你好好地想想吧 你还要去 你可否也要去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少统家 他们已经到了 请 谢谢 少统家 这个北野啊 简直是爽心病狂 居然把大小姐给抓起来 玉堂牺牲了 如果北野不能从如歌嘴里 回去有价值的情报 他就无法向军部和路导交代 不过正因为如此 如歌才暂时安全 不过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他 咱们必须立刻行动 少统家 你就说吧 怎么个干法 今天晚上 我们要让苏州城的鬼子 疲于奔命 然后出其不意 知道北野老巢 把如歌给救回来 快快 准备 他 你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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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河腾队长已经带人去虎丘了 朱立文也去增援虚门了 你们一定要坚持守住 军火库要有闪失 我逼了你 什么 你们也发生爆炸 不要慌 我马上派人过去 来人 官官客下 从我命令指留第三小队留守司令部 其余人员跟我到旅门 捉不到共党分子就别回来 是 哪边撤下 这边 这边撤下 这边撤下 你再也记住 你还能不能抓到 我这边撤下 我这边撤下 是 我这边撤下 你 我怎么必ILL 是 我这边撤下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阁下有人偷袭 他们居然偷袭到这里来了 快 你也有胖子的手 我也可以太早了 就说我们一死在这儿 你也得给我披萨 走 这儿 冬天 鲁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杀了这个猪子 不能杀 现在最想杀的他的人是我 但主人是有命的 暂时还能有助他 时间紧迫 带走 你说你想见我 我来了 方元 方老板 你就是用的杀手 一只搬共产党做事的神秘人 没错 没错 就是我 很好 你终于摘下你的面具了 我早就应该猜到是你 可惜还是迟了一步 我当初怎么就会被你蒙混过去了 我告诉你 就算没有我 也会有其他人 在我们身后有千千万万不怕死的中国人在等着你们 你想知道的答案 我告诉你了 该轮到你说了 你们想知道的情报 我不会透露一个子弹 你还记得那天你在寒山寺的所作所为吗 那一 像刀一样刻在我的心里 我告诉我自己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明白 你们侵略着掌握的不是正义 而是罪恶 我就是用刀片割断了手上的绳索 割破了那两个您 亲人的喉咙 我在东京 培训特工的时候 告诉学生们要在自己身上藏毒 一旦被捕服毒至今 不给敌人留下任何机会 所以大家学着把情画家藏在牙缝衣袖或者扭口里 但我没有告诉他们 我不藏毒 我不喜欢像老鼠一样被毒死 所以 我藏着刀片 我要亲手割断自己的喉咙 水 床 水 庇 太期待了 大戏